這個星期你覺得現在恒指的氣氛是否又好一點呢 你看這個星期又會是甚麼水平上落呢 恒指是這樣的 因為如果你看上個星期 跌得最殘的那些又是資金追的 阿里巴巴也好 騰訊、美團那些也好 美團又上200元樓上 但問題是是否真的叫做好一點 短線走勢你開到最極端去到日線圖上面 是OK上一條二十天線 小事圖那些有一點點向上突破 有機會走一個雙大等等 是有機會的 但問題就是這樣 浪低於浪的格局有沒有機會改變 這個就還是十分 即是50、50都還好 我們經常都說你不是升就跌的 但問題是現在你看到這個 trend 上面告訴你 都是跌的機會升就比較低 不是50、50的那些 簡單點這樣說 那些東西不夾上來反彈的話 怎會引到那些人去買東西呢 所以我們覺得我維持的態度就是短線 很多近期正在升那些東西 完全看不到任何風險因素改變的情況下 兩個可能性而已 因為我看不到一些消息 準備有些好消息出來 要不然就散了 所以我們經常都經常升見步行步 就是升那段時間 你總會覺得很多東西都有機會改變 譬如近期內房又說 那些優質的內房還可以做一些收局合併 是不是收局合併完之後就沒事呢 就是如果純粹有一間企業 肯扔錢出來給恆大 給世貿貨貨 給街市業那些 將它動工了就沒事了 不用玩了那麼久了 所以我覺得短線來說 其實純粹真的是看技術反彈而已 再一個膚淺一點 簡單一點的角度這樣看 跌市成較大 盛市成較少 技術反彈短線沒有問題的 如果你說轉捏點是上個星期四突然低位 衝上來那一刻 你看到很多弱勢的股份真的夾得很厲害 事實上就夾了兩天半左右 現在夾多一兩天左右 去到接近24001至24002 這個樂觀點了 去到50天線那些位才再下 OK 沒問題的 再悲觀點就是 年23006都升穿不到的情況下 我的聲音下哭不到 再是一個很急的浪跡雨浪格局 但如果你說說跌勢上面 你看恆子真的跌得很急的 一月份有沒有必要跌得這麼急 有一點轉機有些傷呢 因為其實港股通常一月份的狀況 整體市況上面已經叫做相對的比較OK 所以你問我在一個體探 我第一季都是體探恆子 但問題是體探之後不是駁它第一季 即是一月份已經跌到飛起 你一月份可能橫行拉腳 大家進去駁的時候 然後再向下殺下去 所以短線來說我覺得看結束反彈 即如果你做一些超短線部署 可能下個禮拜我再做節目 之後已經好些東西變得很厲害了 但是你說如果你看到極短線 不用看到下個禮拜一的 你只是看未來一兩天而已 是看結束反彈的 看有沒有機會突破23600這些位置 破到的就是看24000 即是上網空間你一刻做好倉部署 500點左右 但問題就是一旦升穿不到23600 第一個心理關口就是23000 但是你如果把指插位定到上去 23300至23400左右 近期反彈第二部的指插位 對的 向上做trade的直播率 一定是高一點的 所以你說如果做一些超極短線部署 看上去的 但如果你說有些持續很久的 那怎麼辦 其實譬如近期阿里巴巴大多 你高位持續持續也不會特別開心 都是逢高減至 你不會有一個很舒服減至很開心的位置 但問題就是說 就是說逃生門大家錯過很多次 你要不要繼續錯下去 你是不是繼續坐下去 這個自己回想 那我們向來的部署 都是說 等些東西好了的時候 才不介意錯過一些大位 所以肯定我們不會走去 把整個跌浪都關掉 未來的部署都會仍然是這樣 至於短線其實我會主張炒些什麼 之前說跌得那麼厲害 那些你又不買 買一些傳統舊經濟股 我想你說始終現在有個想法 就是中央扶持經濟 推動基建等等 所以近期的水利股 基建建築的相關股份 全部都一樣 有得打的 升大家也是升那麼多 起碼跌那段時間 他們不會跌得那麼快 這個就是說 你想想做中短線部署也是 從來買都是從直播率角度上吸引去買 跌得多自然是會打的 但問題是你走不走一次的原因